受到疫情影响 更多入室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 对此红玉基金会就发起了 一同相挺有你就好的活动 而平常忙于防疫的光田医院医护人员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院内60多位的医护同仁 自主性募集了大约22万多元的善款 用来购买物资箱 要送给大约150户入室家庭的孩子 替他们度过困境 众人拿着支票合影 感谢光田医院募资共22万多元的善款 全数捐赠给红玉基金会来购买物资箱 要给疫情期间顿失收入约150户的弱势家庭孩子 要用行动来协助他们度过难关 是像我们三城那边有很多是在帮别人种水果 然后种蔬菜维生的 所以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 也工作没了 然后又要回家24小时照顾身心障碍的小朋友 压力非常大 那我们在这个关怀里面也发现说 我们需要一些物资箱 需要一些急难救助金 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 因此我们特别发起了这个叫做 异同乡庭的专案 打开物资箱里有口罩 饼干和罐头等等可以久放的商品与食品 疫情期间大众都将关怀目光 聚集在医护人员上 但其实社会角落也有更多受疫情影响的弱势家庭 光田医院得知基金会有许多个案需要帮助 院内60多位同仁纷纷加入了爱心行列 也让受证的家庭是感到相当温暖 那当我们听到了红玉基金会呢 有许多的个案需要帮助的时候呢 我们的同仁就发挥了他的爱心 然后呢 参加了我们的一个爱心的募款的一个行列 那我们光田医院也捐助了20多万 来帮助150户的弱势的贫困的家庭的小孩子 来帮助他度过这一次的一个困境 这是我们的希望能够 光田医院能够回馈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之一 红玉基金会长期以来服务发展迟缓的孩童和清寒家庭 疫情期间也透过电访和人员访试 来了解个案的需求与状况 这一次也相当感谢加入爱心行列的大众 在社会上延续爱与关怀的力量 记者烂卫台中采访报导